我不是让你送去南郡了吗 药呢 是大小姐 大小姐将药夺了去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她还病着 夺药干什么 真的 要不是大小姐的命令 我们怎敢将你锁住啊 王上 南郡发生民变 就要由郡守处置便罢了 您何必亲自前往 无许斗言 去准备吧 是否禀报王后 好 奴明白了 相邦 您不能进去啊 相邦 王上 请王上恕罪 王上 持剑的卫兵都拦不住 吕相好大的威风 臣有事起奏 南郡发生动乱 寡人要即可前往 有什么事情 等寡人回来再说 王上去不得 南郡并非动乱 而是瘟疫 什么 一个月以前 南郡突发瘟疫 城中义气殉政 死于义者十之六气 为防止臣民恐慌 臣只能以民乱上报 果真发生瘟疫 寡人不去 又有谁能去呢 王上万金之躯 自然不能涉险 臣既然为大秦相邦 理应替王上巡视南郡 查看瘟疫情况 寻求解救之方 不惧危险 王上都敢以身涉险 臣又有何惧致呢 吕相果真是注视之臣 危难时刻方箭分响 不过 一死者众 人心惶惶 发生动乱 亦是常有的事情 寡人命白仲率军协助 免得南郡局势生变 多谢王上 老百姓 温义 吕相已经起成了 王后 听说南郡温义 一死者羁绊 不断有百姓出逃 会不会 将温义传到咸阳 若真到了咸阳 可就太可怕了 王上此番可命军队随行 有 派白将军率两千人随行 大军一到便要封城 怕是城中百姓再也出不来了 琥珀 帮我向小春传讯 诺 慢走 慢走 白仲 你怎么来了 刚刚那名女子是谁 小春 你什么时候开始过问起我的客人了 不说便罢 谁稀罕 一个合作者而已 不必介意 当真 行了 不跟你斗去了 说个正经事 我要出趟远门 灵儿交给你照顾 你去哪儿 南郡出了些乱子 王上命我派两千铁甲兵过去 瘟疫蔓延 何气危险 我同你一起去 放心吧 全清最好的医师引起南郡 我要你留在家里 帮我照顾灵儿 可是 听话 等我回来 南郡一辙 初始口创烟痛 呕吐腹泻 继而寒热交替 不惜人事 医师 可以用膳了 不惜人事 因为现在 之所以 行 得到 就 秦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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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成了 来人 快来人的 成了 什么成了 当然是毕丹啊 子丹除协会 解热结 对南郡的瘟疫多半有奇效 你快马加鞭送去南郡 一定能救急 诺 记住 一定要亲手交给吕不韦 诺 王上 一切都是丝罗不好 是丝罗顶撞了王后 王后才会骤然大怒 丝罗知道错了 当日发生的事情 寡人已经知道了 你并非冒犯王后 她却无故责罚 与你何干 王上 您真的不怪丝罗吗 身上的伤好些了吗 些许小伤 不碍事 倒是南郡瘟疫 王上心情不佳 啊 苏罗前些日子 刚刚编出了一支新舞 不如叫人跳给王上看 全当解忧消伐好不好 好啊 开门哪 开门 谁准你们将我锁在里面的 来人哪 开门哪 谁锁的门呀 开门 开门 大矮 你怎么来了 王后问你 康文的药何时送去南郡 我不是让你送去南郡了吗 药呢 是大小姐 大小姐将要夺了去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她还病着 夺药干什么 真的 要不是大小姐的命令 我们怎敢将你锁住啊 糟了 先入宫再说 这 这 这